伯母你好 孙敏从鼻子里头哼了一声,算是回应了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尴尬 办上之后,孙敏也打量够了 将手边的文件推到了她的身边 逃乐了接过来打开一看 本来以为会是结婚协议书之类的 没想到打开来的却是一张妇产医院的币钞单 而且币钞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她逃乐乐的名字 而下面的币钞显示结果更加地震惊 宫内早早运三周左右 负责币钞后头的则是一份HCG的血液检查结果 显示也是宫内早早运 同样,名字也是她的 这,什么?自己怀孕了? 陶乐乐震惊了好半天,这才缓过神来 脑袋里头似是有巨大的轰鸣声一划而过 她觉得特别难受 不解释一下 伯母,我不知道您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 但我可以跟您保证这绝对是别人的恶作剧 我从来没有去过所谓的妇产医院 更没有怀孕 陶小姐,我听你父亲说你很洁身自爱 既然你说这是有人恶作剧 那为了公平起见 你现在和我去一下妇产医院 只要医生证明你还是清白的 我就相信你 什么? 怎么? 你不愿意去? 桃小姐,你以为我们康家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你以为你若不是清白之身 我们康家还会要吗? 两千万,能是那么好拿的吗? 我告诉你,今天除非你答应跟我去医院叶鸣正身 否则,这场婚事就作废 想糊弄一下就嫁到我们康家来 你想都不要想 我们康家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谢谢大家